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用来做饲料的 主要是用来做饲料的 另外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表示说这些饲料对于牛或者是禽类 他们当这些变成牛肉和鸡肉的时候 它的这个转基因的饲料残余还是很小的 那所以呢这个呢是主要是这个对于我们转基因的问题 目前呢我们对于转基因呢还没有标签的这种要求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所谓的转基因的最终食品 终端食品来在美国出售 那么因为刚才这位听众呢也是非常的关注 就是说如果从中国从美国 在中国呢如果进口美国的一些食品 如果说是有转基因的食品的话 会对这个人体造成这种危害 我想你大概也听过很多这方面的这种说法 您都是怎么看的呢 那就像我刚才所讲的目前现在没有标签上面的要求呢 是因为现在还没有说是终端食品是属于是转基因的 那我们实用的或者是我们推销的这些呢 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那所以这个标签的问题呢 目前的还不是个问题 那我刚才讲主要是用来做饲料的 这些呢 也的确是出口到中国 那的确是玉米呢 或者是大豆呢 的确是转基因的 另外还有一些高粮也是这样 那这些的确它没有贴转基因的标签 但是呢我在这里想讲的是 科学研究证明是 当他们用作饲料 然后呢 由这个牲畜消化了之后 他们当这个牲畜的肉类当中呢 在使用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追踪了 因为就就没有 没有残留了 就是这些最终的肉类当中 已经没有这些转基因的饲料的残余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转基因的食品是用于饲料 而不是给这个人类食用的 对 那么刚才呢 也有一位听众提到了他在买水果的时候 对于这个上面可能有防腐剂 或者说残留物感到非常的关注 那么您在这方面 就是您作为一个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的这个专家 您会如何建议这个一般消费者 不管是美国的消费者还是中国消费者 在采购食品的时候 可以注意哪些问题 能够让自己的吃到的食品比较能够安全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如果是一个进口产品 或者甚至是国内的产品 你就好像任何的负责任的消费者应该做的 那就是应该要在食用之前先要洗一下 当然如果水又不干净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也许需要要煮一下这个水 然后我们可以把杀虫剂洗掉 另外也有生物可分解的一些杀虫剂 但是它们使用的还不是像化学的杀虫剂所用的多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从翻译这里听到的这个问题 好像是听到这听众呢 还问了说消费者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在中国的市场当中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回答的 我们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论坛 我们建立社交网络 我们有脸书甚至有微博 我们有中国的网站 所以你们可以获得很多的关于这种问题的方面的相关的信息 但是我呢 让我感触最深的一个消息呢 就是在我们一个专家小组的一个研讨会上 我听到的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鸡蛋的制造商 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鸡蛋的生产商 那他说我们知道怎么样把鸡蛋放到这个箱子当中 然后在上面印上他们的生产日期啊 以及来源 而且我们的确是这么做的 就是在超市的这个销售的鸡蛋呢 当然都有这样的追踪 那当然就更贵一些了 因为这样的这种处理和加工的确是更昂贵一些 但是超市呢 另外呢 也会有那种一桶的那种堆在上面的散装的鸡蛋卖 他也给我们看了一张照片 在盒装鸡蛋的前面呢 没有人排队购买 而在这个散装鸡蛋前面呢 有很多人的排队购买 所以这个故事我想讲的就是 消费者自己要愿意 要花更多的钱来买那些高质量的更安全的食品 如果这个对于消费者重要的话 我想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多意识到这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三聚氰胺的这个问题呢 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那我听说在这个三聚氰胺的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呢 中国的消费者真的是在用香港的这些商人呢 来进口他们的这个奶粉给他们的孩子喝 因为他们担忧这个有毒奶粉三去清安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现在消费者的意识呢 也在越来越增进在改进 那所以想我想对于这个最好的这个 对于这听众的问题的回答呢 就是你愿意为了这个食品安全 安全的食品的来付出更高的一些代价来买这些食品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湖北吕先生的电话 湖北吕先生你好 你好请说 我前天在这个海峡论坛的这个这个办理 受到的这个你们接线员的这个限制没有这大的发言 那我这个要以后要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呢我说一个我们这个食品问题啊 这个食品现在的话呢 我们吃的油明明的公开的知道这个油是假的 但是它在我们这个老百姓 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或者说不买这个油 因为它没有办法的话 它这个是这个健全的油了 没有那个原来的那个植物油了 它完全是他们包市里多受的这种假油 这个假油怎么样鉴定呢 不用鉴定 就是放在窝里去煮菜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它完全没有那个原来的那种植物油的这个原料 那么这还要怎么去检测呢 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权造成的 我们这个社会现在老百姓的话 没有办法知道哪种东西有毒 那就是说吃的是什么东西都有毒 老百姓的话吃到毒死为止 我问一问这个嘉宾先生有一个问题 这个中国大陆这个这30年来 出现这些问题跟西方是不是有一些关系 西方国家 我说完了 好 谢谢您 吕先生您的问题 等一下我们请吉尔摩先生回答 湖南张先生你好 湖南张先生请说 佩子你好 还是湖南的张先生 刚才有个问题嘉宾没有解释清楚 嘉宾刚才说这个大中农产品 都是作为饲料 做转基因 但是我了解不是这样 中国进口美国的大豆的份额相当多 中国的炼油企业都是使用这个转基因大豆来进行炼油的 现在市面上相当一部分名牌的这些 这个油油料的供应商啊都是使用的大豆油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人直接食用了以后 会不会出现健康问题啊 请嘉宾跟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 好 谢谢张先生您的问题 吉尔摩先生就请您这个 居修这两位听众的电话做个回复 转基因的这个问题呢 我的确我刚才讲 百分之73的大油呢 是转基因的 这是在美国 那所以这衍生产品啊 比如说像大豆油呢 的确是会属于转基因的 那所有这种类型的产品呢 都要经过这个审查 是由联邦药品管理局来进行审查 他们有以科学为标准的 这样的一些体系来审查 人类食用的食品的安全性 目前呢还没有科学的依据 来证明说 它会有任何有害的影响 对人体 所以呢 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 这个产品 也是在美国销售 而且呢也是用于出口 请大家要记住啊 我们的经济系统当中呢 我们是不区分 就是内销产品和外销产品 我们没有这种区分的 它完全都是投放到市场上 不管它是到市场的哪里 这个跟这政府呢是不管的 但是政府所要管的呢 是要保护人类的健康 那所以呢 就是这反应在测试啊 审查啊 还有在推出市场之前呢 有这个试验之 有很严格的试验期 比如说这个奎花紫油呢 也是同样的 要通过了这个试验之后呢 才能够投入市场 我还要指出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实 给这个听众讲一下 如果你要是去那些很高级的法国食品的这种商场啊 法国因为食品是很有名的了 但是那里呢 你不会看到有35%以上的这个法国的食品呢 是通过这个放射的这个处理的 那我们在美国是不这样做的 那我们呢 也就是说你要是吃这些高档的 法国的这些这个产品 农产品的话呢 你也可能会受放射的影响 那当然他们的这个做法呢 也是以科学为依据的 那如果你要是相信科学的话呢 你就应该也相信这些法国的这些食品 刚才我们很多听众都提到了这个 就是说美国还有中国面临的不同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 很多中国方面的人呢 就比较担心的是很多过度使用化学原料 来保存这个食品的这个问题 而在美国呢 很多都是细菌或者说受到污染的一些这种生菜水果 让消费者生病 你怎么看美国和中国面临的这样子不同的 这个食品安全的挑战 的确在这里呢 是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别 那就是中国食品的大部分呢 都是熟的熟制的食品 那我们呢吃很多的生鲜的食品 那我的理解呢就是中国的这个饮食习惯当中呢 并不是吃很多生的 那烧的过程当中呢就把致病菌给杀死了 那么所以致病菌本身呢对于中国来讲 问题就不那么严重 而不像在美国这么严重 假冒啊 化学的这种化学的这个制剂的添加剂啊 那在中国呢问题就更严重一些 另外在这里呢我也要承认的是 中国在我看来呢在这方面在过去的三年里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展 他们有新的食品安全的法律也有食品安全委员会 那现在更多的问题呢是在这些法规如何能够落实 能够被遵守 而且呢是能够让中小型的这些企业作坊啊 还有和大的公司一样的都能够遵守 我们过去呢也要这个也处理了这个问题 也挣扎了一段时间 现在呢我们终于已经这个走上正轨 那中国可能是在法规这方面建立方面呢 比我们呢更处于更出奇的阶段 但他们现在的确在做大力的 就在很大的努力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广西白先生的电话 广西白先生你好 广西白先生请说 你好 嗯 白先生请说 你好 为什么现在的视频在中国市场上面总是 总是出现了这种什么情况出现了以后 共产党它会 才会慢慢的实施 好 好 谢谢白 嗯 好 谢谢白先生 谢谢您的这个评论 好 我们来接听一下山东孔先生的电话 山东孔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你好 请说 刚才这个湖南的五先生 是五先生吧 是王先生 张先生吧 提到这个 我听着像五先生 这五毛党的意思啊 提到这个转基因的食用油 有没有毒 我问的问题是 我们国产的地沟油 与美国产的转基因食品油相比 哪个质量更好一点 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 再一个就是我们国产的一些经营呢 比如说这个有权有势的都跑到美国去 吃这个转基因去了 这个是不是他们要为我们试验呢 为我们这些穷人 将来到美国去先去试验一下 是不是这个意思 谢谢再见 好 谢谢宁孔先生 我们等下请吉尔摩先生来回答您的看法 湖南王先生你好 湖南王先生请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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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久打个电话都没打通 谢谢您打来 现在我要讲个两条 这个中国的喜病不叫美国 中国的喜病有钱的人就大吃大喝 但是没有钱的人就是 吃了一个保冷的饭就对了 中国的有钱的人就大吃大喝 大吃大难喝 这个大喝还是有一句话 以您的天下 以您吸天下 关于在中国境 中国不能和美国去 美国的出产是土地的 中国的出产是反复出产 是反复出产啊 有钱的人呢都是在 参观无力行程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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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吃回离他 谢谢你啊 好谢谢您王先生 这个基尔摩先生 刚才呢有一位这个山东孔先生 提到了这个地沟油的问题啊 他当然就是比较讽刺的说这个地沟油 或者说转基因的油哪一个比较安全 但是我想请您谈谈这个 您也常常到中国进行访问 现在这个地沟油事件 非常引起老百姓的关注 而且你平常没有办法知道 自己是不是吃到地沟油 我想请您谈谈这个 对于地沟油的这个看法 的确呢 对于消费者来讲 他们自己的肉眼是很难去识别 那在这里问题说 你是不是需要以科学为依据的 这样的一个追踪的系统 那在这里呢 美国很显然在这方面呢 比中国更有一些这个先进的经验 中国也有自己的实验室的能力 事实上其中有一个实验室呢 和德国呢 已经在就大肠杆军的那个案子上面呢 进行了合作 就是那个豆芽的那一个案子 所以他们还没起到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很显然中国呢 也有很先进的实验室 但是呢 这是还有实验室的数量的问题啊 还有追踪的这个体系啊 还有检测啊 认证啊 以及其他的相关的一些配套的这些呢 在中国还没有完很完善 那现在唯一的能够让 这些产品呢 在这个上市之前能够 唯一的一个方法 就是检测的方法 就是通过这样的 那刚才听众呢 讲的很有道理 就是需要要有这样能力 需要有这种标准 而且是可以这个落实的标准 那这些产品的这些产品呢 如果要进入国际市场的话呢 那的确就是已经有 有这个行业的标准呢 也有国际的标准 比如说从卫生机构的 比如说像国际食品法典啊 国际标准机构啊等等 他们的都有标准 那所以呢 这些的相关的标准呢 也应该运用到中国国内的 这些产品的这个体系当中 而且呢要有这样的一个 遵守标准的一个规定 让他们能够落实这样的标准 刚才有一位听众提到 这个有钱人 就是大吃大喝 然后比方说没有钱的人 又是另外一样的一个情况 我就想要跟您谈谈 就是说在这个食品安全上 这个贫富差距 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您刚才也提到了 很多人呢 就是宁愿去买那种零散的蛋 而不会去买这种比较贵的 上面有日期的这种蛋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啊 根据这个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预测 可能花费这个收入的 80%来购买食品 那么就是 所以很多比较贫穷的人 只能够买这个价格低廉的食品 您怎么看这样子一个情况呢 我觉得 这个论据不成立 因为如果你要是买不安全的食品 或者是低质量的食品 我在这里并不是讲 说买牛肉的时候 要买最贵的那一部分 我讲的是 如果有一个可接受的最低的这个标准 对于食品安全来讲 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那你呢 如果去买这些食品的话 你就等于是为自己的安全 做了一定的保障 也就是说你可以说 从自己的健康的成本上来 叫你给自己省了钱 这要看你花钱的时候 做什么样的决定 不管是穷也好 富也好 我想他们都应该是 在任何的这种社会当中 都应该有一个可接受的 最低的标准 也许这些可能贵一些 但是它能够给你提供 一定的那种 可以降低这种卫生风险的一些保障 好 我们来先听最后两位听众 观众朋友的电话 湖北张先生 你好 湖北张先生 请说 喂 是 湖北张先生 我们讲的啊 我们这个这个豆芽 这个 变化 包括这个牛奶 有很多问题 豆芽吃到了 人们恶心 嗯 嗯 这个鞋花呢 它一般的 它那个花椒品呢 憋出来都看不到那个亏 是吧 对人情很不好 还有我这个小孩呢 他本来学校是吧 他那个 那个牛奶 你说喝了呢 它就拉肚子 嗯 我小时 拜 拜给我的小孩的牛奶 每天 嗯 我这种 出过这个食品呢 很 很担心 你不放心 好 就是说我们的食品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政府造成的 呃 食品的不年前 都是政府造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造这个地狗油 还有一个制造点 当你报告给那个 那个 解采部门以后 他们都是通流好物 他们都是 所以这个地狗油呢 履行不止 我们的专家 我们中国的专家 就是我们大陆的专家 说十年以后 还得吃十年的地狗油 所以这个我们 老百姓很失望 我们对这个政府很失望 也就是我们对这个政府 已经失去现象 就是说食品颜权问题 已经成为 呃 害 肯害这个国民 就是说 呃 叫来成为 总压兵服 那么这个这个政权 应该是 呃 惠罚的 好 谢谢您内蒙 王先生您来的电话 有时间关系 请您发表 您的评论到这里 而节目先生 最后的时间 我们都知道这个 可以听得出来 很多听众观众朋友 从中国打来电话的 都对这个食品安全 非常担忧 那么您常常和这个 呃 中国方面进行交流 您认为呃 中国方面 不管是官员 还是食品业的人 如何能从这个 美国的经验中 学习到一些呃 教训呢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 呃 交流的呃 计划 我们的这个 国际食品安全论坛呢 也接待了一个代表团的 有这个 啊 这还就是两周之前 就有来自中国政府部门 和公司的代表 那这样的这种交流互动呢 是不断的发生 我们呢 另外呢 也和中国大学啊 进行交流 我们的实验室的这个技术人员呢 也去访问 我们还 呃 进行这个培训项目 这已经都已经好几年了 所以呢 呃 在中国呢 也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 呃 办公室 他们也是呃 经常跟他们的这个中国的呃 呃 对口的单位呢 进行呃 呃 不断的接触 我们自己呢 也跟我们的这些对口的人员 进行接触 我想这种政府和司令部门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根据中国的这种规模呢 政府能做的是很有限的 他们不可能是把核查人员送到每一个点 呃 来去去检查 那所以呢 呃 行业企业界 资源标准呢 也是非常重要 并且呢 在各个层面 在操作的层面 在监管层面进行合作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样的这些合作呢 正在在国际的这种规模 在这个和世界的各个公司呢 包括中国公司在内都在进行 最后呢 我想讲的是 我的确想要强调这一点 中国呢 现在 看到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 不但是让中国人关注的 因为我们现在 食品安全的国际链呢 已经包含到这个世界各地 所以呢 我们有 有中国的原材料呢 的食品呢 是卖到各个市场 那如果这一个 原材料 是质量下降 或者是受到污染的话呢 那它是会到 影响到全世界人民的健康 所以中国呢 一定要意识到 食品安全呢 是能够扩大市场的 而食品的这些 安全事件呢 是会损伤市场的 好 谢谢美国农业咨询公司 顾问公司 GIC集团的总裁 吉尔摩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由于时间关系 很抱歉 无法接近所有听众 观众朋友的电话 希望节目参加 讨讨论节目的朋友呢 请你下次提早打电话 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 欢迎您通过脸书 Facebook的网站 和我联系 我的脸书网页是 www1.facebook.com 斜线PEGGY VOA 或者你也可以搜寻 张佩之工长张 佩服的佩 灵芝的芝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谢谢您的收听收看 晚安